治疗甲状腺结结的药 服务群西电集团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甲状腺结结的形成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所以在临床中要根据结结的性质不同 所用的药品也不一样 如果它是一个低点而引起的甲状腺结结的话 我们可以摄入含点量高的这些食物 包括我们的一些点瓦治疗都可以 那么还有一些病是由于甲状腺脚炎症 而引起的甲状腺结结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甲状腺素的一个替代治疗 它对甲状腺结结也有一定的医治作用 所以可以使甲状腺结结缩小 那么还有一些是高功能腺流型的甲状腺结结 这个可以通过抗甲抗治疗或者是放射腺的治疗 点量三游腺的治疗也可以使结结这个缩小 那么还有对一些恶性肿瘤形成的结结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数数治疗进行根治 所以对药物治疗的话很有限 只是限于这个点源或者是炎症引起的 可以选择药品治疗 专家提示 1. 低点引起的甲状腺结结 摄入含点量高食物 包括点丸治疗 2. 甲状腺慢性炎症而引起 通过甲状腺素替代治疗 3. 高功能腺流 抗甲抗治疗或放射性的治疗 点131的治疗 4. 恶性肿瘤形成结结 通过手术治疗 6. 虚状腺伤